新东协新商机 新南向新希望 看见新东协节目 带您前进新新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 现况与未来发展 我是主持人叶思敏 今天节目我们带您关心 中国最大电动车龙头 比亚迪 你进军印度 大手笔砸了10亿美元 要和印度厂商合作 当地建电动车厂 不过一度是传出 印度以国安为由拒绝此计划 另一头中国手机品牌 小米被印度以非法转移资金为由 没收了200亿换算新台币的资产 印度过去一项是以大利 鼓励外资当地投资为主 近期频频杠上中国企业 莫迪的对外投资政策改变了吗 是否又受到了政治立场影响呢 其实截至去年的7月为止 5000多家的跨国企业 在印度注册已经有 1770家撤出了 占比高达35% 印度是滔金厂还是粉厂 另外关心独裁者柬埔寨总理洪森 掌权38年是亚洲最久 宣布卸任并且会交棒 给45岁长子洪玛内 被外界批评 世袭制度宛如北韩金氏政权 未来柬埔寨将迎来什么样子的改变 请专家来分析 欢迎中金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 研究中心主任徐尊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多谢知名企业前发言人刘思琳 思敏好 各位认可大家好 还有驻印度前外交官 台湾印度研究协会理事长方天四老师 主持人好 两位来宾来居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带观众朋友关心 大陆的新能源汽车龙头 比亚迪最新的公告 它是预计呢 今年上半年的净利 可以达到换算新台币 大约是落在 455亿到507亿元之间 年增幅最高可以达到 若是以这个507亿来做计算的话 可以达到超过225% 那其中上半年销售也相当亮眼 总销量的部分来到了125万台车左右 年增幅95% 非常的好 好 其中海外的这个销售占比的部分呢 带大家来看到125万台当中 海外销售占比大约是7万台 占比只有5.9% 所以呢 在海外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也是比亚迪接下来想要继续努力的目标 好 那相较于最大竞争对手特斯拉的话 上半年全球销量是90万辆 我们可以看出比亚迪是多售出的 大约有30万辆 还是赢过于特斯拉的 比亚迪他要力拼成为电动车市场霸主 希望他可以在2030年的时候 全球的这个市占 他目标要达到40% 那因此呢 可以看到最新 根据这个知情人士的披露 比亚迪呢 也是要计划来进军印度市场 那已经你提交了一份价值大约是10亿美元左右的一个投资提议 要和这个印度中部的 海德拉巴市的MECA这一间公司的工程和基础设施公司 来做合作生产电动车 目前有说法说呢 印度是以国安为由 拒绝了比亚迪的这项投资 那中国专家指控所谓的国家安全只是借口 印度政府此举只是为了要强化他的印度制造国家战略 不过也有来自最新的报道说呢 针对比亚迪的这个提案印度政府目前只是上代裁决而已 因此这个提案依旧是有效的 未来的发展到底如何 大家还要再持续的观望下去 好 来看到比亚迪目前已经在印度当地做销售的车款 有这两款 画面上大家来看到 包括了这个ETO3电动修旅车 还有这个E6的电动车给企业的车队 那他计划在今年要退出更高车款就是这一款了 Sail的豪华车电动轿车 好 事实上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因为边境冲突等因素 过去数年来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还是处于在戒备的状态的 印度政府近年更是加强打击中国企业的力道 从智慧手机一直到电动车领域都有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电动车 那现在来看到的是包括在智慧型手机上面 近期印度的财政部通报称 包括了在当地的小米 Vivo OPPO等中国主要智慧型手机大厂制造商 有逃币关税的问题 并且在印度他们是形容说有非法汇款 总基额甚至换算新台币高达了304亿 7700多万元 而印度的税务部仅收回这一些公司逃税总额的大约8% 其中小米的部分更是被没收了 我们刚刚也提到大约有210亿左右的一个资产 那资金也因为调查被冻结 相当于是小米2022年这个净利润的一半以上 而小米第二季在印度智慧型手机的事战 当然也受到冲击了 其实原本是第一名的在印度的市场 如今是痛失宝座 现在呢是落到了第三名 在这个三星660万支市占率18% 还有Vivo的后面 好小米现在的市占大约落在15% 是在印度市场的第三名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主题 中期在印度最近频频受挫 刚刚提到的这个比亚迪的投资可能会遭拒 现在还在审理当中 不过已经确定的是小米的部分 200亿资产被没收 以各种名义要去修理中国厂商吗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 方老师怎么看 是我想中资企业在印度投资受阻 这个不是第一个例子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例子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最近的这个案例的话 包括小米还有在比亚迪投资 我觉得比较像是中印现在目前 这个所谓不正常关系之下的一个产物 因为其实我们回溯在2020年 中印边界冲突之后 印度其实就开始紧缩中国对印度的投资 它有很多的法案 它当然有时候它是美其民是说 对所谓周边国家 可是事实上周边国家会去印度投资的不多 巴基斯坦本来就被禁 所以主要就是针对中国而来 那甚至最新的这个限制还包括说 如果你要把股票转移 像这种经济权转移的话 都要印度当地的企业要转移到给中国的话 都要印度政府的同意 所以它其实是对中资企业有很大的限制 那这主要的部分的话 除了刚才提到经济上来源的话 主要我觉得还是政治上的考量 因为现在中印处在一个所谓边界冲突之后 以印度的角度来看的话 虽然在西部这个冲突有几个点睛撤军了 可是印度认为说你还没撤完全 所以对印度来讲 它还是有所谓边界上的国安压力 那可是中国方面说 其实已经稳定了 所以我们要看大局了 不要再纠结在这小地方 所以两边一直斗不拢 所以印度已经放话 说只要边界不解决 中印关系就不会正常化 那你既然不正常化 当然就要对你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它其实从2010年开始 这个就对小米 还有包括对所谓的中资 中方他们自己统计 可能有超过500家 在印度的中资企业 是被这个行政当局 就是检查说你没有逃税 如果刚才讲这个资金的汇款 是不是有违法支险 那小米因为当时是 这个印度智慧手机的第一名 所以它就变成 变成一个指标的攻击的一个对象 那印度并不是只有针对这些 其实我们如果再看 至少之前最有名的例子 应该是进中国的手机应用程式 在2020年之后 大概已经有273款 包括这个抖音 包括小米应用程式 当时就已经被禁了 那这个就已经反映出来说 中印之间它这个现在的经贸关系 其实受到政治关系 一个很大影响 我想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长期观察印度 它还是有所谓保护主义的色彩 所以它对于外资 它有一些比较放大的检视 那现在当然很多会希望 找所谓印度的合作伙伴进去 那可以尽量降低这所谓 保护主义的这些压力 但是印度这个现在 新的奖励的投资措施里面 它其实把这个要求有点 今年初有一个更改 那要求稍微提高 所以它现在对于这些外资 它其实标准会更高 比如说你投资能够带来什么样的 确定的获利 引进什么技术 那这个包括我们之前可能讨论过 像鸿矮的案子 那现在这个BID案子 可能都是他们现在的条件 跟印度政府想象中有点落差 所以你刚才也提到了 它并不是完全拒绝 它是要有点可能要补送金或干嘛 也就是它可能必须希望 他们去做调整 能够更加迎合现在印度 目前它的政府的政策 门槛提高了 对它有一些技术商 或者说像这个案子也很有趣 因为其实中国网友也在热议 因为小米的案子之后 很多人就说 比亚迪这个离开刚好 不要跳进去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看这个投资案的话 现在目前据说 其实是比亚迪提供 比较多技术方面的协助 然后出资方至印度 所以对比亚迪来讲 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合作案 那可能就是这里面的细节 也许印度方面会希望 中国也要投多点资金 然后确实能够确保 所谓技术转移 所以它有点给它刁难 是 一方面方老师帮我们提到 是在边境问题上 所以政治的因素影响这个投资案 第二个原因是保护主义 持续的抬头 所以持续要观察 等一下有关于莫迪的态度 如何在政治跟经济中 权衡做选择 哪个比较重要 莫迪会怎么做 等一下请芳老师继续补充 志玲你怎么看这个案子 现在这个比亚迪在印度 恐怕遭拒着这个案子 理事长刚刚讲了 关于政治上面一些角力 那其实角力也要回到 商业谈判的本身 这次印度政府在比亚迪的投资案 其实蛮戏剧性的是说 因为之前在两年前 也有一家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叫做长城汽车 它最近也是被否决 可大家回头看 它是花了两年的时间 经过了一些评估 但这次比亚迪事件 蛮奇怪的是 因为他当时提出的时间 是7月中旬 比亚迪跟印度的合资公司 递交了10亿美元的建厂计划 但没有想到 10天之后就马上的否决 那很多的网民 突然高效率 对 大家就觉得说 到底里面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第一个 大家分析政治原因之外 也在看到说 其实比亚迪这次的汽车 可能第一个有资安的问题 第二个有付款的问题 我们先讲资安的问题 是因为这次比亚迪 要在印度投产的汽车 它要用一个语音启动的方式 就是像大家之前看 那个世界末日这个汽车 只要用语音 它就会开始启动 或者是进行一些程式 那因为它这一次呢 进行的研发的应用程式 启动命令的所有数据 是都会把这个数据 储存在印度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储存在印度的同时 比亚迪也会拿到一些 个资跟这些资讯安全的疑虑 所以就引起了印度政府 对于这个合作上面 好像未来 你好像要拿取我国家数据一些 不满的声音 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点是付款的部分 因为过去呢 其实印度政府就有像比亚迪 来订购这个 1000辆的K9电动巴士 那当时在6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要进行 付款的条约签订 一开始的时候比亚迪说 你印度要先付清所有的款项 我才会把这个电动巴士给你 但当时呢 印度就说 其实你应该要先付10%的定金 你怎么可以说 完全就是要我先付款 因为我东西都还没有拿到 百分之百变百分之十 对这是一个做生意的选择 所以印度就希望说 我们先付10% 等你1000辆全部到这个印度交货之后 我再把后面的90微款付给你 可是双方好像就是对这边有点歧见 那尤其是因为当时比亚迪呢 是要求的比较严格 他希望印度政府 你先把全部的钱给我 而且要付人民币 所以印度的政府就非常不满 第一个你为什么不能用我国家的卤比 然后再来是说哪有人就是要求说我一次要把货款全部付清 就有一点刁难的感觉 所以比亚迪当时也是觉得不开心 那双方目前还在演绎的是说 希望可以把这个付款条件是说首付80% 然后发货 那目前大家就说可能因为还没有正式的就是破局嘛 所以还在演绎当中 那当然大家就觉得说可能这是一个引爆点 这是一个目前在商业谈判获款付钱的这个能力上 或者是引发了一些经济上面的考量 那当然大家过于最近刚刚有提到的小米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中资 其实印度政府对于最近有很多的外资 是相对的比较不友善 比如说刚刚讲的小米呢 是这个整个被没收 投资了9年多 48亿人民币完全一系都不见了 那另外其实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伪创其实过去在印度也非常久 这个15年的经营 那2023年的6月 他正式宣布要撤出印度 那根据内部人士的这个研究啦 是一毛钱都没有赚到 那甚至呢也有人说 这个IBM过去也有几十亿美元 在印度政府呢有罚款 打了很多年的官司 也没有把钱拿回去 所以看得出来印度政府呢 现在对于这个很多企业不友善的条款是 可能第一个是保护主义 再来就是说能不能扶持当地的企业发展 或者说利益够不够 因为像大家还记得吗 在7月10号当时呢 富士康有发布一个讯息说 他退出195亿美元的印度半导体制造计划 那当初大家就很好奇 你鸿海喊得这么大 怎么会自己宣布要退出 那后来大家也了解说 其实印度政府当初一开始有承诺 是有几十亿美元的补贴 但后来因为没有办法真的实现 所以他们评估之后 如果都没有赚钱 那你企业要有过去 的确是非常的有难度 所以目前呢就是有很多状况 都是呈现各自的状态 资霖帮我们提到很多在 呃企业外资企业在印度投资 频频受挫 那刚刚也提到一个数字 说在2022年的7月 截至那个时间为止 哦 外资撤出率高达了大约35% 那所以在当地投资到底应该要注意什么 如何和印度做一些商业谈判 呃政治文化等等 等一下专家会继续来看 呃老师我先继续请教你怎么看在印度的部分 总理莫迪接下来如何在所谓的政治的问题 跟经济之间来做权衡 因为他们也很希望外资能够进入到当地 你怎么看他的立场 嗯 事实上从刚刚两位专家所提到的 最近这几年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其实印度不管是在贸易上 在投资上 其实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都如出一策 只是现在因为他的这个 他觉得他现在已经可以跟美澳啊 日啊平起平坐 所以现在的话 其实他就更直接的驳回 或者是阻挡了这些外资 那以中国来讲 事实上早在2020年之前 那呃1990年末期 或者是2000年初期的时候 中国的中心啊等等 其实一直进到一直进到印度 都都遭到非常多的这些打压 但是很奇怪的是 呃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话 他其实并没有非常大声的 去提出抗议 也没有在WTO下面去提出争端解决 那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 呃中国崛起 那当然要跟周围的这些 呃主要的这些邻国 尤其是跟印度有这么长的边境 应该要修好关系 所以呃中印的关系 目前看起来在经贸上的话是 印度对中国的指责非常多 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个权力的还击啊 或者是反制啊等等 但是对印度来讲他一方面又希望各国来投资 那尤其对于中国的这个呃进口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呃投资 他的这个呃戒胜恐惧啊 但是事实上的话2020年中印之间的贸易已经创下新高 2020年也是呃第一次中国对印度的顺差对印度来讲的话是逆差超过了1000亿美元啊 所以对于印度来讲他真的必须要去好好思考说 对于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那又是这么完整的供应链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来从中国的这个市场或是中国的这个崛起获得养分 而不是一味的打压 因为事实上呃印度这样子的一个呃片面式的一些这个呃行政上面的这些呃裁决啊等等 事实上对很多国家的外资来讲 那都是看在眼里啊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 事实上这几年也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些呃不管是这个呃呃波折啊或者是说这个被被被卷入 那以这个OPPO来讲本来台商在呃印度制造这个OPPO的手机其实就是以台商为主力 但是OPPO现在可能被退被呃呃因为慢慢失去市场的OPPO要离开 那当然对于台商来讲的话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想呃对于呃Modi来讲的话他必须要去做出选择 但是另外一方面呃这个Modi现在已经开始宣布说呃这个他应该会去竞选下一任嘛 那他的第三任的话他也这最近的话他也这个发出了这个呃非常重要的这个宣誓啊就是说他预计 印度在2028年的时候他要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那看起来的话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事实上过去两年印度呃呃超美呃超英感化那事实上已经成为第一呃呃呃现在是第五大经济体 但是事实上你如果去看印度的量体来讲那即使说他宣称未来这几年的话可能都会有每年7 8% 甚至是到10%的成长但是他的量体到2027 2028年的时候大概超过大概这个5兆的这个美元的规模也只有中国的这个三分之一而已哦所以差距还是很大的更何况是印度的人民其实最关心是他的人均所得 因为印度的人民依然贫穷那这个人均所得依然低哦所以呃呃呃Modi他准备要竞选第三任 当然他必须要针对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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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這麼多的動作 可能最終到他們今年的下半年 可能有一些這個峰會會見面的時候 他應該會有一些比較委婉 或是一些這個委輔的一些調整 中印接下來的峰會在8月份等一下 這個方老師來繼續幫我們補充 接下來可能會有怎麼樣子的一個發展 兩個領導人之間的談判 剛剛許主任也幫我們講到兩個重要的數字 一個是2020年這個中印之間的貿易創新高 不過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印度開始對中國開始有更嚴厲的一些制裁 那第二個數字是2028年 莫迪剛剛方老師 許主任幫我們特別提到了 要成為第三大經濟體 所以現在經濟也是他很重要的考量 方老師怎麼看莫迪的政策 接下來怎麼會怎麼走 我覺得莫迪總理我們外界看的話 他還是一個所謂務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 那因為他是民族主義者 所以他其實我們看到很多這種 剛才提到保守 保護主義的措施 然後會強調保護自己 比如說國內的弱勢產業 那也是當時他當年 推出RCEP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氣態蠻務實的 那他很會善用現在的國際情勢 所以剛才許主任有提到 他看清楚現在中美關係的這個對峙 所以你看他最近去訪美 那他訪美之後 他的目的不是只有政治關係 而是利用這個方便能夠見到很多印度 在美國的這個一流的這個企業公司的CEO等等 包括馬斯克 那就在談他們來印度的加碼投資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借這個機會 能夠引進譬如說美國 甚至國防方面科技的技術 所以回到中印關係 我覺得我同意許主任的看法 他會必須做一個平衡跟調整 因為剛才提到現在的貿易逆差是到1000多億 那怎麼樣解決貿易逆差 印度方面會覺得是中國不願意開放市場 可是中國會說 那我要給你買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一個可是如果短期內要解決 其實他們之前雙方有談過 就是鼓勵中資到印度直接生產 那這個其實是符合莫迪的所謂Make India 來印度生產這個計畫 因為他這個來印度生產並不是說 一定要是要印度本國企業 而是希望能夠引進外資 在初期的時候可以協助 所以其實中資進到印度 對印度改善這個所謂中印的貿易平衡 是有幫助的 那只是說現在因為剛才前面提到 牽涉到這些所謂反中的情緒 中印邊界問題還沒解決 那明年要選舉了 如果你現在在這個問題上示弱的話 很容易被反對黨攻擊 所以他必須還是有一個跟中國 有一個所謂下台階能夠緩合 他才會在這方面讓步 所以現在他對於中資 比較像是這個玉雲環劇 他其實是需要 但是因為這種 國內的這些民族主義情緒 他還是要卡一下卡一下 那未來的轉機 就如同剛才許主任 還有主持人有提到 我覺得接下來高峰會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看點 因為這兩個國家其實都還蠻人質色彩 那其實剛好最近的新聞有透露出來 去年其實他們在巴黎島的G20的峰會上 就有做過短暫的交流了 那當然這個時間可能不夠 那接下來就是看金庄國家的峰會 這個會不會雙邊會見面 因為現在那個普京不能去嘛 可是就看這兩個巨頭會去 那否則的話另外的機會就是 九月在新德里舉辦G20會議 那這個機會也有很可能是 莫迪跟習近平也許有機會 在這麼多的這個衝突 跟這個緊張關係之後 能夠好好的所謂有個雙邊會談一下 那如果雙邊能夠做起來好一談的話 以這個我剛才提到 莫迪總理這種比較務實的個性的話 我覺得關係是不是有可能轉換 是 中英關係到底會怎麼發展 剛剛方老師講的 接下來我們持續看到的是 八九月份這個兩國 中英兩國領導人的對談 來看接下來可能會怎麼走 不過我們持續來看到的是 雖然這一次比亞迪在印度 這個10億美元的投資可能會破局 但是比亞迪其實早就在2018年開始 就在印度透過當地的公開招商 成功拿下了大約290台的 這個電動巴士的訂單 這是2018年 那2019年它當時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這個得表者 2019年比亞迪再度拿下最大單 那印度上市公司也宣佈了 這一間公司叫做奧萊克查 要和比亞迪簽訂1000台的K9訂單 剛剛自立也幫我們提到了 那剛剛還說了 我們說要怎麼樣接款 也引起了許多的紛爭 那根據統計呢 比亞迪目前在印度 電動巴士的市場率超過了80% 算是拿下了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不過也引發了許多的爭議 到底外資在當地投資 特別注意一些什麼樣的事情呢 志玲 目前其實在印度有很多 不成比例原則的問題 是你必須要跟政府來溝通 甚至要跟地方政府來溝通 那當然其實比亞迪過去看到的是 印度本身是一塊大陸 電動車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是說 因為它是點到點 然後必須要充電 所以其實它不是像說 如果你去印尼有很多島 它其實有很多接駁 電動車的這個運輸節點就會被中斷 所以印度是一個非常好的市場 加上年輕人的人口有8億 所以目前為止其實印度呢 在比亞迪的這個計劃當中 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市場 那過去你可以看到 其實早在之前 比亞迪進軍的是 汽車經銷商 就是有很多點都已經有銷售系統了 再來就是剛剛斯米提到的 電動出租車生產合約 除了巴士之外 未來它也希望做這種 Taxi跟租賃市場 所以它覺得印度人口 是足以撐起這一塊市場的發展 那早在2022年當時呢 10月份比亞迪說要進軍印度的時候 當時已經披露說 因為2023年他們希望在印度呢 可以有1.5萬台的plus銷售 就是圓的這台車 那其實今年底你可以看到 最新的數字 2022到現在其實 大概賣出來已經將近有2000輛 所以雖然目前為止 2023這個數字可能沒有辦法達成 但是呢的確看到比亞迪 對於印度本身土地還有人口的成長性 那我覺得還有一點說你可以回到2007年 因為其實比亞迪進入印度市場是非常的早 當時比亞迪進來的時候 是幫手機的製造商來生產電池跟零組件 所以他有看到這個經濟上面的利益 還有一些條件 那當時呢這2013年 剛剛斯敏提到的 跟這個Mega合作的這個Electra的公司呢 也在製造電動公交車 那所以當時他們也覺得說 跟印度本身的公司合作是比較沒有風險的 但是現在沒有想到說會引起這種所謂民族主義的興起 那甚至我在網路上也有看到一些 中國大陸的網民就說 這個比亞迪是民族車企耶 他是民族企業 怎麼會在中國這種風雨交加 然後GDP上不來 然後大家都沒有辦法賺錢的時候 你還要把這10億美元拿去國外投資 是不可理喻的 大家對於他的這個批評的聲浪是所在多有 那所以其實在這一段期間當中 我覺得對比亞迪也是一個比較聽看聽的階段 那印度政府對他的態度 我覺得的確也是像邦老師說的 就是還是比較有政治角力的舉動 那只是說這一次的喊話 當然我們剛剛看到 有彥隆巴士這個交款的一些壓力 那是不是印度想要把它當作自己的籌碼 的確值得觀察 我們持續來請教徐主任 那剛剛提到很多事 志力幫我們補充這外資在當地投資 要特別注意哪些事情 還有什麼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徐主任可不可以幫我們間短講一下 是我想除了說這個印度的中央政府 不時會有一些這個政治或者是其他的考量之外 那事實上很多的台商或者是外商 也發現在印度的投資 不管是他中央或是各州的一些法律的環境 然後這些勞工的一些管理 然後一些文化上面的話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舉例來講現在講到這個電動車 可是事實上Suzuki跟Maluti他的合資企業 在當地已經做了40年了 那也是在早期的時候也是經歷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紛爭了 還有一些這個血腥的一些暴動啊等等 非常早期的時候 那他們算是走過了那個非常艱難的時候 現在是印度最大的這個 最大的這個轎車的這個生產了 謝謝謝謝徐主任的補充 好關心完印度我們等一下來關心的是柬埔寨 在近期舉行的這場大選喔 執政39年的這個總理洪森 正式的宣布了他要交棒慢慢退出政壇 交棒的對象就是他的兒子洪瑪內 那洪瑪內是誰呢 他過去受西方教育 大家視為說有沒有可能他未來擔任總理的話 對柬埔寨可以進行一些改革呢 還是說他的父親會在背後操縱 這個我們要持續來觀察 那未來柬埔寨的政經走向會是怎麼樣子 等一下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關心 好這一節我們來看到的是柬埔寨23日舉行的全國大選 這一位呢是洪森 已經在柬埔寨當地執政39年了 總理洪森 那他所領導的是柬埔寨人民黨 宣布這一次選舉毫無懸念的壓倒性勝利 洪森已經宣布了他會慢慢的退出政壇第一線 未來的總理大衛他說呢 他會交棒給他的兒子 旁邊這一位他叫做洪瑪內 那新內閣最快有望在8月份可以完成組閣 這是柬埔寨其實從獨立以來的第7次的選舉了 那麼這一次擁有投票權的人是970萬人 東南亞國家的議員批評這次選舉根本就沒有意義 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民主可言 是一場洪森和他的親戚的加冕典禮 洪森是誰 他今年70歲 那從1985年開始執政是亞洲在位最久的領導人 那麼他也曾經呢 是這個前紅色高棉的指揮官 在紅色高棉殘暴政權結束之後 他轉變了政治立場 並成立了柬埔寨人民黨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 在位期間他用他的政治勢力幾乎可以說是壟斷了國家資源 還有選票也在智力肅清這些反對黨的力量 那說到呢這個肅清反對黨 我們就要提到了主要反對派 當時的這個柬埔寨的救國黨 在2017年的時候被柬埔寨司法部門宣布解散 那反對派領袖叫做根索卡 當時更被判刑了27年有期徒刑 這樣子的狀況一直都沒有改善 一直到這一次的選舉 由前反對派重新集結的燭光黨 更因為說呢他是用所謂的文件不合乎 這個法律的規定 而喪失了這一次參選資格 這是針對政黨的部分來做的打壓 針對人民的部分來看到柬埔寨近期 也倉促通過了一項新法規定 人民必須要參加選舉投票 否則將被剝奪他的政治權利 其他的政治權利 那如果你銷毀選票會被視為處罰的 批評者認為 紅色任內導致柬埔寨國家資源財富都集中在 小數的精英造成社會的懸殊還有貧富差距持續加大 經濟面上面我們來看到 一些批評人士更指出 紅森當局向中國企業出售 而且轉量大量的這個土地還有資源 那麼另外呢 導致柬埔寨淪為了所謂中國客戶的地盤 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紅森更訪問了北京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承諾會支持柬埔寨 反對外部勢力干預當地的事務 看得出柬埔寨跟中國之間的關係真的很緊密 那中國在當地 除了一帶一路的建設之外 過去十年還是更利用了中國貸款 在當地的農村建了 可以看到總共是十幾個重大的基礎設施 大規模的中國投資也流入了城市 還有沿海房地產 而在中國在當地的投資也留下了債務 柬埔寨經濟和財政部 今年12月公布的公共債務的文件顯示 當地的外債已經達到了將近100億美元 就是有四成都是現中國的 好 資林怎麼看這一次的這個選舉說 這個鴻燊已經執政了將近40年 說要傳給他的兒子 柬埔寨未來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對柬埔寨年輕人來說呢 如果這個選舉選出一個新的 這個大家心目中的候選人 當然是一個民主的表現 但是如果你回過頭來看柬埔寨 這個鴻燊已經執政了38年 然後38年來呢過去發生很多事情 加上當時聯合國曾經在這個紅色高明之後 想要在20世紀90年代 試圖把柬埔寨打造成一個民主國家 但現在看起來是這個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 尤其是鴻燊這次又要說把這個一波繼承給紅馬內 就很像以前皇帝的時代 所以其實就是跟獨裁真的是沒有什麼兩樣 很多年輕人對於這次選舉是相當失望的 那其實過去大家也在看到說 剛剛提到的燭光檔怎麼沒有機會出頭呢 其實大家會發現說今年呢 唯一有能力挑戰宏森的反對黨 在5月份就被取消資格 當時宏森是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要來做這個選舉 你必須要補交一份文件 但是因為去年其實燭光檔在參選的時候 並沒有這份文件的出現 反而是今年選舉 你就忽然出現了一個門檻 讓我沒有辦法參加這個選舉 所以這非常不公平的選舉 然後再來是說投票率的部分 剛剛思敏有提到這個選舉法 其實大家本來西方國家在看柬埔寨選舉的時候 都會很好奇說人民參與度到底如何 或者說是不是只是你們自己的人在玩 所以當時他們就在看這個投票率 那這一次他就用了一個選舉法 就是說如果你不來選抵制選舉 或者是你破壞選票是犯罪行為 所以在這個法律上的制定 大家是不敢不去 有點是被威嚇恐嚇的情況 所以這公正性 其實西方國家雖然看起來 投票率很高 大家都有參與 但是他是一個心裡很害怕 自己會被定罪的選舉 所以洪生這一次的做法 其實就讓大家有非常多的爭議 那再加上過去其實他的手法 是相當的激進 比如說他過去是以賄賂跟收買為手段 所以包含了給予這些部分官員的職位或土地 然後或者是說很多官語過去本來有一些理想的這些其他黨的這些官員 本來他有一些想法想要為柬埔寨做一些事情 但沒有想到就是洪生會利用這些手段讓他們叛逃 等於說他們的黨的成長就越來越大 那這一次其實雖然說過去洪生的執政一路相當還是有很多的波折 但大家也看到說其實當時在1985年 洪生當選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總理的時候 當時他才32歲 他是世界上最年輕的政府首腦 但沒有想到說這麼多年過去了 他反而變成了一個當時理想型的這個形象 變成大家覺得說現在已經是有點腐化 那年輕人希望把這個希望寄託在他的兒子身上 看起來兒子是有西方教育的背景 但不過目前為止大家還是覺得洪生影響力相對來說會比較大 洪生影響力還有哪一些 我們請許主任來幫我們看一下 他這多年來將近40年在柬埔寨的功果 事實上如果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 當然西方的觀點是覺得 這個柬埔寨既沒有民主化 雖然他有非常多的政黨 但是這次的選舉跟前一次的選舉 這個如出一策也都是到最後 前一次的選舉的話是 也是在選前撤銷了這個反對黨的這個競選資格 那這個狀況其實跟現在的這個泰國有一點像 所以對於西方來講的話一直都是 對於他的這些種種的作為非常的感冒 那尤其是這些年西方也發現說 紅森跟這個中國的關係日漸的親密 那如果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柬埔寨的話 可能跟政治的角度又不太一樣 那事實上從柬埔寨去看他過去這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 95年之後其實他是進入了一段高速發展期 都是動輒都是兩位數的成長 那2010年之後雖然他的這個經濟成長趨緩 可是相較於周圍的國家的話 大概也都是有6% 7%等等 那只是到了這兩年確實他的發展也進到了一些 面對到了一些新的瓶頸 那柬埔寨也是在過去的20年30年 他除了原來的這些觀光資源 國人大概都去過五個庫 是他成長的一個動能之外 那他也非常成功的發展了他的幾個重要的產業 包括他的成衣 包括他的自行車 那這兩個產業也是因為拜柬埔寨的這個政府 跟這些周圍的這些國家 他有一些所謂的這個關稅優惠等等 那也是台商在當地生產之後 輸出到歐盟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產業 所以如果是從產業發展跟經濟發展來講 確實是過去二三十年 那柬埔寨他在國際上面的這個 來觀察的話他確實是一個新的亮點 只是這些年他面臨到了一些這個民主無法轉型 然後這個民主的風潮現在吹到了東南亞 所以當地的這些年輕人對於政府 是有一個若干的一些不滿 不過我們如果是從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國際上說 因為扁寨在2021年的時候 他達到了所謂的這個聯合國認定 他可以從最低度發展國家畢業 這樣的一個資格 那事實上這是過去這麼多年來 非常少有一個非常非常貧窮的國家 他可以從最低度發展國家的這個資格 也就是我們講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的國家 畢業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表示他確實是經濟有所成長 那對柬埔寨他最新的挑戰 除了這些這個國際上面對他的 我想國際指的是西方歐美國家 對他的指責會不會影響到 他們跟他的關係之外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國內可能在這樣的一個政權持續下去的話 會有若干的這個騷動等等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他如果在未來 2027年2028年他必須要去轉型 不再享有這些已開發國家 給他單方的片面的關稅優惠的話 那他是不是能夠像過去一樣 還是可以繼續的吸引外資 那繼續的這個在他的一些 重要的這些出口產業上面創下佳績 那柬埔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對台商來講 其實台商不太關心政治的問題 台商比較關心的是當地的這個缺工 當地的這個工資狂飆 還有當地的這個罷工的問題非常嚴重 所以這些年來台商到這個柬埔寨去投資 看起來是趨緩的 所以他怎麼樣一方面有政治上面 受到了各界的關注 但是經濟上他也可以陸續突破他的瓶頸 我覺得這是新的政權 他必須要去處理的地方 經濟上未來鴻馬內擔任總理 能不能更有所突破 還有包括他的政治立場未來是怎麼樣 等一下下一節我們會來持續關心 我們持續談到以政治的立場來看 老師你怎麼看在鴻燊任內他的這個立場 然後他的功果 我想我們政治學常常講這個 絕對的權力就絕對腐化了 那鴻燊問題就是他在位太久了 他並沒有真的接受到所謂民族的這種選票的去考驗 所以在執政久了之後 當然他就會比較偏向個人的意志 那他也是一個所謂打天下 不一定能夠致添下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雖然幫助柬埔寨剛才提到做一些適當的轉型 可是如果我們相對把它跟東南亞其他國家來看 譬如說泰國或越南 我覺得它的發展還是相對來講還是有一些落差了 那從台灣的關係角度來看的話 鴻燊政權跟我們官方上也不是太友好 我們曾經在1995年的時候設立所謂這個代表處 但是1997年的時候 當時鴻燊這個就認為說台灣好像有跟他的這個政敵有些來往 那用這個理由就把我們的代表處就是 就是偏偏就把它關掉了 可是他官方上雖然是跟我們保持接觸 不過他對台商倒是滿友好的 所以他跟很多台商大台商都有一個交流 所以採取所謂政商分離 政經分離的做法 所以我倒是期待說在鴻燊 我覺得他也算是極樓永退 因為獨裁者我們看到很多這種所謂專制獨裁太久的 有時候說實在下場不一定會很好 所以他在他權力高峰的時候 他適當的趕快把權力轉移出去 我覺得對他個人來講 或是他家族來講也許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只是說現在交出去之後 當然我們就會期待說是不是有些新的作為 因為剛才有提到民主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國際上一個關切焦點 除了所謂經濟發展之外 可是如果我們看到中南半島這些國家 剛才提到泰國 緬甸 甚至越南 其實這些我們如果按照所謂民主化的標準來看的話 跟國際上的所謂的標準還是有點落差了 所以我在預期就是說 新的政府他一樣會遇到國際上 持續會給他這些壓力 譬如說要恢復所謂 比較公開正常的選舉等等 那就看說未來的執政當局 有沒有像鴻燊一樣 就是能夠去抵抗這所謂西方來的壓力 第二個當然要看就是說 他跟中國的關係要做怎麼樣的微調 雖然說確實他得到中國很多的利益 可是也有負面的 我們過去看到這些所謂詐騙的 這些所謂園區的問題 就很多是有中資的色彩在裡面 甚至柬埔寨可能坦白講 這幾年的這些 譬如說以對頭來講 印象就不是那麼好 變成是一個詐騙很多這種代名詞 所以新的政府同樣的 他也必須要去改變 把他這個標籤把它趕快撕掉 這樣才可以讓更多所謂的外資 或者甚至其他的外商 願意敢去柬埔寨做新的投資跟發展 是 謝謝 謝謝方老師的補充 剛剛老師也幫我們展望了未來 接下來紅馬內 他如果擔任總理 8月份渴望來做交接 如果他擔任所謂的總理的話 他未來他過去也接受過西方教育 是否有可能帶來改革的力量 那會不會在對西方的關係上面 有所改變呢 等一下下一節回來 我們來持續討論 柬埔寨的官方剛剛提到 確認了大選結果 那麼由於所有主要的反對黨 遭到洪森政府 使用暴力等手段鎮壓 讓柬埔寨人民黨贏得勝利 將軍40年的洪森 他先前已經宣布了 將在這個選後的某個時機 會把這個所謂的王位 交給這位45歲他的長子 同時他也是四星上將紅馬內 紅馬內到底是誰呢 帶您來稍微認識一下 目前他主要是任職在人民黨的 這個他是前任職在人民黨的 常設委員會的成員 那他過去主要受到 剛剛提到的西方教育 包括呢他畢業於美國的西點軍校 那也得到了這個紐約大學的 經濟學的碩士跟英國的這個 經濟學的一個博士學位 那他在部隊柬埔寨的部隊中 也曾經任職一些重要角色 包括在他擔任他父親的 護衛副官 頒控指揮官 或者是陸軍司令 三軍副總司令等等 2018年他開始任職的是 柬埔寨的皇家陸軍司令 那麼他也曾經呢 在這個柬埔寨人民黨 擔任這個青年組織的負責人 那我們持續來看到他的政治分析家 表示呢 紅馬內在政治舞台上 人未經過考驗就好比一位 未經正名單訓練有素的武士 武術鬥士 與經歷過紅色高棉的紅森相比 紅馬內他們認為他從小就含著 金湯匙長大 接受西方教育 因此未來如果當上總理 是否可能有意識的改革 甚至改善和西方的關係呢等等 呃來賓繼續來幫我們看 政治的觀點上面呢 他曾經會見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還有很多的世界領導人 那柬埔寨人民黨 他認為是支持光明的未來的 而且他說了會不惜一切的代價 來維護和平穩定的安全 他也說了會用自己的方式來統治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是有別於他父親嗎 好請問方老師怎麼看 紅馬內上任之後 曾經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他 是否可能帶來全新的一個改革契機 對於柬埔寨 未來你怎麼看 外界對他接受過西方教育 是不是能夠把西方這台帶回來 當然現在有不同看法 但是我自己還是比較樂觀一點 就是畢竟他有這麼長的時間 待在這個所謂國外 包括美國跟英國 我想他應該有機會去接觸 這些國家實際上的發展 如果作為一個所謂國家領導人 當然就會期待說 把他過去的所學跟經理能夠帶回來 我想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們看到說 事實上他整個在這個 接受這個權力轉移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有一個重要指標 就是說他父親 雖然把這個總理位子給他 但是他有多少的人事權 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在看這個 所謂權力的轉成交接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因素 就是說老成 那這些老成 譬如說他父親以前任用這些重成 那他們可能未來 是不是能夠願意配合 這個所謂新王子 或者是新王去做這些新的改革 那因為過去我們看到也很多 事實上改革常常就會遭受到很大的阻力 這些主力很多就是來自於 過去所謂這個既得利益者 所以他父親雖然把位子給他 但是交多少的權力 所以我覺得未來第一個看就是 在新的內閣裡面 他到底有多少人事權 也就是說哪一些人是 真的是親他 由他所用的 如果是他上台 但是他周邊這些部長高官 還是過去一樣的話 那基本上他還是被一個 就是在一個監軍的狀態之下 那他的發展空間就比較有限 但是如果他在新的政府裡面 能夠給大家所謂 這個耳目一心的人事的佈局的話 因為不是只有他而已 而是看這個主要的部會 甚至包括軍方 跟這個所謂重要的經濟部門 那如果這些能夠有比較 讓大家比較耳目一心的發展的話 那我想大家對他的期待就會高一點 思琳怎麼看呢 我覺得還是有些希望 因為也許大家有在關心說 就是在這個西方媒體上面 因為當時洪森有對著電視講話 他是說我自己的交往計劃 我宣示我要交給我兒子 那他覺得這個時間點是因為 目前我交棒 政局會比較穩定 所以他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之外 那他也覺得說 如果再一兩年卸任的話 他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世界變化很快 不過他有強調一點 就是剛剛理事長提到的 他說呢 絕大部分的內閣都會是年輕人 好那他這樣子講 我不知道是爸爸已經嗎 他選好了 還是說兒子要自己去取財 所謂的正二代的這些年輕人 到底是誰他並沒有明說 只是接下來他的確是有講到這個關鍵詞 就是新內閣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所以接下來的確是有些西方媒體 還是對他有所期待 因為你可以看他都是念經濟的嘛 所以其實他對於這個所謂的 國際情勢跟經貿的這個判斷 應該是有一定的水準 因為畢竟柬埔寨過去在這個所謂的貿易上 還是相對其他東南國家封閉一點點 然後再來是說其實他還是西點軍校畢業的 他是1999年是第一位 從西點軍校畢業的柬埔寨人 所以其實在軍方的勢力沒話講嘛 他是這個全世界這個算是軍校最高學服畢業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輔他 那大家也在看到說 雖然他們父子黨是這個在疫情前 見習近平的最後一個國家元首跟他的兒子 好像看起來對於親中的這個步伐是沒有放棄 政治親中跟這個家族利益至上 是還是色彩蠻濃厚的 但是大家也會覺得說 未來如果對外的政策 會嘗試往美國靠攏一點點 也不失為一個機會 所以如果柬埔寨要發展 有一些新的領導氣象 就像方老師講的 就是如果真的把這個內閣重要人士 還包含了經濟上面的政策 有一番作為的話 還是有一些些機會可以看到 一方面是來看這個內閣未來的 組閣的這些人員是誰 接下來還有包括未來的政經走向 新的這個總理 未來可能會怎麼樣引導柬埔寨走下去 方老師怎麼看 對不起 徐主任怎麼看 我覺得我的觀察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未來大的政治的決策的話 應該都還是這個叫什麼 富歸子隨 所以不可能有太大的轉變 那西方對他的期待 我覺得可能目前來講太於樂觀 但是如果持平來看的話 應該也不見得是柬埔寨急於要跟美歐交好 那事實上反而是美國跟歐盟 要利用這個機會趕快來介入 因為事實上 美國過去的經驗也非常清楚 他們這個打壓制裁緬甸 只是讓緬甸更傾向中國而已 所以對於柬埔寨他們會非常小心 那藉由這個看起來是政權轉移的這個機會 來加強跟柬埔寨的關係 那歐盟對柬埔寨的話 事實上也是2017年的時候 雖然表面上的話 是對柬埔寨要制裁 但是事實上也是大棒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那也都覺得說 如果這個時候對他有比較大的動作的話 他勢必是更加的輕忠 所以我覺得美歐對他的期待是很高的 那也反映到說未來的新政府 他勢必在國際的關係上面 他會做一些調整 那會有一個平衡 但是真正的核心的話 我不覺得未來會有比較大的改變 因為事實上 我們看另外一個國家 2018年的馬來西亞 也是歷經了50年以來的 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可是到現在為止他的政局也是非常動盪 所以我覺得對於東南亞的國家來講的話 可能要給他比較多的時間 但是總體來說 那柬埔寨雖然說他相較於越南這些國家 他的經濟發展的話 跟他們的情況不一樣 但是現在 今年的話他的經濟觀光已經復甦 所以今年的話超過5%的成長沒有問題 那明年的話超過6%的成長也沒有問題 所以一方面他有觀光來支撐 另外一方面的話他若干的一些勞力密集的產業 也慢慢的在發展 那再加上說歐美急於跟他修好關係 那在RCEP的這個生效 那他跟中國之間 他跟韓國之間也都有新的FTA 要來實施 所以我覺得他未來的話 經濟商業應該還是比較樂觀 那以美國來講 雖然美國的政府對柬埔寨表面上是非常感動 可是去年我們也看到美商幾個大的投資案 包括說福特汽車的組裝廠 包括可口可樂的瓶裝廠